大家好,我今日想跟大家介绍另一个手机翻译应用软件, 个软件名叫谷歌翻译。 它是一个支持广东话翻译,而且还支持多种翻译模式。 谷歌公司是一间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安卓系统,都是谷歌出品的, 所以它的产品,绝对信心安全质素都有保证, 又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产品。 接着下来,就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看看它有什么特色。 谷歌翻译,是一个免费的即时翻译软件, 它同时支持安卓和iOS系统, 而今次我为大家介绍的版本是8.16.77.669105498.4。 而这一个版本,到目前为止,支持108种语言的文字翻译。 而且它还是支持广东话翻译。 除了文字翻译功能之外,它还有触控翻译功能。 当这个功能启用,手机会浮动显示出谷歌翻译图标, 在任何程式,都可以很方便禁用到谷歌翻译。 而即时镜头翻译和相片翻译功能, 就可以透过相机拍摄滑截图。 直接翻译照片里面的文字功能。 当然它还有语音和对话翻译功能, 而且它还支持离线使用, 但有部分语言需时先下载语言包才可以使用。 在手机主页面,按一下谷歌Play商店图标。 按一下搜索键, 然后在搜索栏打入Google Translate。 然后按搜索。 选择谷歌翻译, 然后按按桩。 安装完成后,反回主页面。 在主页面,按一下谷歌翻译图标。 进入谷歌翻译页面, 画面上方,是文字翻译输入栏。 画面下方,就是选择要翻译的语言。 而左下角是对话翻译制, 中间就是默克风制, 最右手边,就是即时镜头翻译制。 首先我们选择要翻译的语言, 按入去,向下滚动可以选择更多不同的语言。 我们现在选择由英文翻译去广东话。 中间双向箭嘴键, 按一下可以转换翻译语言。 我们现在试一下文字翻译。 在输入栏按一下, 然后打入校外要。 再按右舰嘴。 画面即时显示翻译字句。 在左边喇叭图标按一下, 可以收听翻译字句语音。 你怎样? 右手边是复制图标, 按一下, 就会复制那段翻译文字。 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反回之前页面。 我们现在试下语音翻译, 按一下中间默克封键。 然后讲How are you today? 画面即时显示翻译结果。 你今天怎样? 按一下。 按一下右上角星星图标, 收藏该段翻译文字。 按一下画面最右上角, 里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将翻译文字转换。 第二个是经其他程式, 分享那段翻译文字。 在画面右上角第三个, 是历史记录图标, 按入去可以看回之前翻译记录。 在画面右上角按一下, 可以选择删除翻译记录。 按一下左上角箭咀, 返回之前页面。 再按一下左上角箭咀, 返回谷歌翻译主页面。 在左上角星星图标按一下, 可以看回已收藏的翻译字句。 按一下左上角箭咀, 返回之前页面。 我们现在试一下镜头即时翻译功能, 按一下右手边镜头即时翻译键。 但由于它暂时不支持广东话, 我们转回去做繁体中文。 按一下镜头即时翻译键。 将要翻译文件放在镜头前面。 按一下中间白色圆圈影相机。 软件即时作出翻译。 其实即时镜头翻译。 是用了部分Google Lens的功能。 如果想深入了解它的操作, 可以参考回我之前拍了的Google Lens视频,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再讲了。 按一下左上角交叉键, 返回之前页面。 按一下左下方的四方形图标, 相片翻译键, 选择上翻译的相片。 软件会作出即时翻译。 按一下左上角交叉, 再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返回主页面。 我们现在试下对话翻译功能。 按一下画面左下方, 对话翻译键, 进入对话翻译页面。 按一下中间齿轮图标, 停止自动对话翻译。 而按一下中间十字图标, 可以转换对话翻译模式。 当按完十字图标, 出现两个默克风时, 即代表进入手动对话翻译模式。 当再按一次十字图标, 画面转回一个默克风键, 即代表转回自动对话翻译模式。 按一下右上角第二个画面分个键, 画面会分成两部分。 按一下左边交叉图标, 返回之前页面。 按一下右上角设定键, 进入设定页面。 在此页面可以设定字体大小。 同自动播放以翻译字句语音。 开启功能后就会自动播放。 我们现在试下手动对话翻译模式。 按一下左边默克风键, 讲出酵爱要。 软件即时进行翻译, 但由于我们是之前个设定, 没有选择自动播放, 所以要按喇叭图标才可以听到以翻译字句语音。 现在轮到对方回答, 按一下左边齿轮图标, 然后再按右边默克风键。 讲出 我很好。 画面会即时显示翻译字句。 我们现在试下, 自动对话翻译模式, 按一下中间十字图标, 转换到自动对话翻译模式。 按一下中间默克风键, 开始自动偵測。 讲出 How are you today? 对方也讲出 我今天很好。 软件即时显示翻译结果。 当使用完笔, 可以按一下中间齿轮图标, 停止自动对话翻译。 而使用自动翻译模式, 只需要按一次默克风键, 软件会自动侦测语音输入, 不需要每次按键。 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再按一下离开, 返回之前页面。 在使用触控翻译同离线翻译之前,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设定。 按一下右上角头像图标。 选择下载预言包, 选择需要使用的离线翻译语言, 然后在右手边向下箭嘴, 按一下就可以下载, 下载完成后, 就可以使用该语言作离线翻译。 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返回主页面, 再按一下右上角头像图标, 进入设定页面。 选按设定, 设定触控翻译。 在此页面, 我们只需在触控翻译同语音输入进行设定, 其余用翻密认设定就可易了。 按一下触控翻译设定, 开启触控翻译功能, 浮动图标及自动翻译复制文字。 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返回之前页面, 然后选择语音设定, 里面可以开启, 自动读出以翻译字句, 及封锁笔雅字句。 选择完成后, 按左上角箭嘴两次, 返回主页面。 在主页面按一下浏览器图标, 开启浏览器。 在画面由上方, 会出现一个浮动的谷歌翻译图标。 我们现在试下再浏览器复制activities。 然后按一下谷歌翻译图标。 软件会即时作出翻译, 在画面上方可以转换不同翻译语言。 按一下右边喇叭图标, 可以收听以翻译字句语音。 活动。 而按一下右上角选单, 可以选进入谷歌翻译页面。 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返回主页面。 当我试用完这个软件之后, 我发觉它有几样东西都做得几好。 首先是它的界面很简洁, 而且简单同意用。 基本上, 软件里面所用的图标, 都很容易理解。 它的即时镜头和相片翻译功能, 特别适合于当我们身在外地, 用相机拍照就可以将文字翻译, 这个功能非常方便。 至于它的触控翻译功能, 就非常方便, 因为它的谷歌翻译图标, 浮动了在手机上面, 无论我们用着什么程式, 都见到个图标, 需要用到翻译那时时, 就更加得心应手。 还有就是它的离线翻译功能, 就好像多了一部手提翻译机一样, 不用上住网都可以用到。 当然它是一个支持广东话翻译 和免费的翻译软件, 这一样就很值得加许。 至于建议方面, 我就希望它将来在对话翻译功能里面 增加回支持广东话。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睇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言、分享、按赞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睇,再见。 请大家收睇,再见。